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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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Apps 看到 原来这个单位现在是放盘的 叫价是6700万 给它在2019年买入的价 已经便宜了580万 这个屋苑只有77个单位 2016年已经是现楼了 但拖到2019年都未卖得完 我印象中这个项目是很困很暗 而且楼景是很近 用7000多万买这些单位 想赚到钱都挺难 以大埔隆美村的案发单位 有记者特意走去访问凶宅大王五冠楼 他说这件事太出名太轰动了 现在就算单位打五折都没人敢要 租也未必可以租得出 宁愿传动拆了它起过 有做开村屋的代理说 他说因为三层楼未必是同一个业权人 所以要得到一致的同意 而且村屋有别我们市区的大厦 即使拆卸重建之后仍然处于同一个空间 感觉仍然怪怪的 都是于事无保 他说如果真是想卖的话 可以拿去拍卖场那里碰一碰运气 大家知不知为什么 在拍卖场那里 业主是没有责任要披露 单位是不是空宅 不论是楼上的单位 或者隔离的村屋 楼价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家人真是罪大恶极 杀人都不止还要类街坊 另外再同大家跟进一下叶满新盘 回德风在蓝田的项目 CocoRapso 在星期五卖148伙传数沽清 根据新闻的报道 大概有500台客到场 有网友留言说 我说他的票发水发得这么厉害 最终148伙就顺利卖光 多少人抢 当他说收6900多票超额40多倍 我就预定他一定卖光 就算最后卖剩一件猪头骨 他都会吃掉它 如果这样都卖不完 还不被人笑到面都黄 大家想一下 如果无风又怎么起浪 有浪才可以造成浪打浪 他已经借势再加推了两轮 星期三晚会总共买160伙 批货看下就没什么加价 平均赤价是18411元 直到昨晚为止就收票3000张 但是现在的入票方式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上一轮是买过的 他就帮你落架 但是如果你是棄权 不选楼或者选不到楼 他会继续帮你覆没 另外 新鸿基在屯门的 Lofoland 2B期 前后推出了三张价单 平均折实是13616元 总共推出352伙 预计星期六会埋 直到昨晚为止收票5000票 超额认购13倍 另外我们早前跟进开的铺王兼小巴大王马亚木 近日又见到他连环沽铺 第一间是何文田窩打老道86至86号伊曼基大厦 面积是5560呎 买了8500万 大约15300元一呎 现在的租客是中银 铁约来的租超过20年 现在的租金每个月是22万 新买家的租金回报大概是3厘1 另一间是官堂的协和街 93至115号铺 建德大厦F铺 800呎卖了4200万 租客叫做上田食品 这些货都在03-04年买回来 当然是赚大钱 因为马亚木的投资作风 和波叔是有点不同 波叔是喜欢换货 有时会和其他投资者换货 有时是需要整天买买卖卖 那些银行才会信任你 而马亚木的做法是比较详情 而且他是专注投资民生铺 主要是拿来收租的 很少会拿出来卖 如果他这样卖 你说没问题就假的了 再来我们讲讲试样个案 第一单是荃湾中心17座高层D329尺 卖了402万 业主于2019年用了480万 买入次货4年 帐面亏了78万等于14% 第二单是沙田的碧桃花园 二旗A座顶层单位 839尺卖了978万 业主于2019年用了1,010万 买入次货3年半 帐面亏了32万 第三单是河文田的军泊 有家2座低层A1,624尺 卖了2,950万 业主于2018年用了3,679万2千 买入次货5年 帐面亏了729万2千 差不多接近两成 如果没记错 这个项目是有多少税务回责 不过亏到这么深 怎么也够不回 另外该区的代理港 河文田、九龙堂和码头角 今个月是录到61宗成交 当中有11宗是涉药 占接近两成 去到第4家 这个是十年得过吉 白石角的海铸天赋海湾 7座中层B1035尺 卖了1,323万 业主于2013年用了1,314万买入 持货10年账面赚了9万元 如果计算花费大约是50万 另外去到第5家 康仪花园 有间F座 中层16号室 685尺 卖了1,135万 业主于2019年用了1,300万买入 持货4年账面 蝕了165万 再来这两家都蝕得厉 第六家是沙基湾 柴湾道 斜鲁香岛 三座高层D 980尺 卖了1,838万 业主于2018年用了2,077万 持货5年账面损失239万 去到第七家都是香岛 有间三座低层D 692尺 买了1,075万 业主于2017年用了1,355万 持货6年账面损失280万 这栋都多名人住 成品鱼和老婆蔡一鳳有个单位 另外维斯瓦也住在这里 不过整栋物业都不会升 只是跟跌不跟升 再来讲讲时事 关于器官捐赠 早前因为患急性心衰竭的 呂英紫熙 在去年底接受内地跨境捐赠心脏 完成换心手术 成为内地器官送港移植首例 引起社会关注 人大代表工联会 吴秋北昨日建议 将香港纳入内地器官共用系统 他更指出香港基于各种不可名义 或者居心叵測的原因 不能接收内地所捐赠的器官 造致有人丧失生命令人心痛 不过本身是神科医生的器官移植 基金创办人何继良接受信报的查询 表示 两地共用器官系统如同雙面人 他解释内地人口基数大 如果将本港轮后器官移植的病人 纳入内地器官移植明测 或者能够缩短轮后器官的时间 并增加病人获得较理想的器官机会 但他同时说 本港和内地都是用计分制配给器官 病人获得器官与否要视乎其急切性等 担心两地如果共用器官系统 本港病人因为内地病人基数大 而减少获配给的机会 其实这个课题我已经想着说很久 如果是需要器官移植的 有机会得到别人的器官捐赠 当然是值得高兴 但社会应该更加在意 器官是否正义地得回来 我有不少认得的人是在大陆换器官 但依我所知 没有一个是志愿者捐出来的 另一只新闻就是 但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江源 早前约见美国驻港总领市梅雨瑞 提出验证交涉 批评近期言行干预香港事务 又向领事馆画出三条红线 包括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不得在香港搞政治滲透 不得诋毁破坏香港发展前景 但美国领事馆发言人隔了一天后回应传媒 一般不评论私人外交会面 但美方不论公开或私下 都会毫不犹豫表达对香港自治受到侵蚀的深切关注 这样回应外交部立即没人 接着港府发言人立即撲出来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指责美方执意危言耸听 以为将失实情况重复100次就会变成事实 是对香港情况示意抹黑 美国佬是不容易受你那道价值观影响 我觉得咬来咬去都没什么好结果 不如想起玩大一点 看看可不可以驱逐他出境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他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后开个小钟仔 如果方便的话顶三十秒广告